儿童节除了送玩具、送糖果、童书绘本也是很有意义的礼物 简安香港游淑珍今年特别选择12册精彩有趣的儿童绘本 分送给乡境内公私立幼儿园 除了庆祝儿童节也鼓励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 并且可以和同学来分享共读 营造优良的阅读学习氛围 简安香港游淑珍29号走访了 侠内私立森林幼儿园、鸭鸭幼儿园还有泰昌国小附社幼儿园 在儿童节前夕探望小朋友们也制证了童书绘本 今天特别走访了几个学校幼儿园 来跟孩子欢乐的庆祝儿童节 我相信吉安我们阅读城市第一名的吉安乡在全国评比中夺冠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阅读的氛围 还有从绘本里面的各项的不同的品德教育 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来进行我们今年不一样的儿童节 我们相信在分享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交换中 也可以带来有仪有爱 跟大家互相讨论分享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价值 我们希望今年的儿童节在吉安很幸福很快乐 充满了孩子的笑声读书生 跟他们分享的这一份有爱的情谊 小朋友们相当活泼可爱 看到乡长阿姨来特别邀请乡长一起跳舞律动 同时也分班轮流抢着要和乡长合一留恋 还有小朋友们绘制的感谢卡送给乡长阿姨来做纪念 吉安香公所今年特别编列预算采购了12册 1700本不同主题的儿童绘本 分送给吉安香境内公司丽幼儿园 期盼可以带给孩子们不一样也更有意义的儿童节日 吉安丽幼儿园